欢迎回到早安台湾 接下来带您看到的是 美国跨党派参议员 关注大陆的白纸革命 民主共和两党有42名参议员 联合签署了一封给中国驻美大使 秦刚的信 其中美国副国务卿选曼就表示了 中国政府稍稍放松了新冠的限制 是因为示威起了作用 可以听到学问提到 中国大陆以大批安全人员 镇压示威逮捕大学生 都不是新鲜事态 但是他认为示威是重要的 而关注白纸革命 参议员他们的联署信中有一段 是以最强烈的措辞警告中共 不要再次暴力镇压 如果再发生将会对美中关系 带来严重后果巨大损害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